刚才咱们看着了世界各地 我还看着很亲切 咱们刚刚我从英国回来 对吧 对 你是不是挺爱好旅游的 其实我的旅游不是那种旅游 我喜欢就是到一个地方待俩月 就在一个地方 我不喜欢比如说一个月咱们去十个地方 或者七天咱们去三个地方 我觉得那个很可怕 所以我的旅游就是我会在一个地方一住就是两个月 就是或者一个月两个月那种的 这演员导演比主持人强 是吧 就是要你轮 那这不可能 他每天天在这 不是你喜欢伦敦吗 我喜欢 我以前呢 我第一次去伦敦 是我弟弟那时候在那个那边上学 我带我爸妈去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 我觉得特别漂亮一个城市 我这次去拍戏呢 我就觉得我是又特喜欢 又特别恨这个地方 因为你去工作跟去玩的状态不一样 欧洲人工作很慢 就是我们就是慢 我们就说他们在慢动作的工作 因为我们从香港过去 而且他们就是工作时间的限制 然后包括 就如果你作为一个工作人员 你会觉得太好 我以后要在伦敦工作 没错 可是你作为一个导演来说 你就是觉得 下次我要把所有的人都带成我们自己的人到这来工作 因为你完全不习惯他们那种工作 他真的太慢 我旁边那个帮我插机器监视器的那个人 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 等拍完这个戏 就结束那天我才发现他最多三十岁 为什么 因为他很慢 然后我呢 又不好意思 就直接就盯着人家看人家的脸 他到底多大岁是那种 他是黑人嘛 又不太好分辨年龄 对就像他们看咱们都是小孩 对对对 然后我等拍完了 他跟我多说了几句话 和他那个 我才发现他可能也就不到三十岁 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五六十岁的人 因为步履蹒跚 然后很慢 那种 这跟我过去得到的一个偏见也有 也有不同 你看我过去以为啊 就说外国人是特别敬业 当然呢 他们是准时准点 说五点钟下班 绝不给你多干一秒钟 但是人家在这个八小时工作之内 还是特别尽心尽力的 他很尽力 照你说没错 但是他速度很慢呢 对 他非常认真的 他慢 他慢 他出戏活这种 对 对 没错 我觉得这是他们跟中国很大的分别 就欧洲人跟中国人 或者美国人跟中国人的分别都在这 就是我们做得很快 对 有时候快到一个要超的地步 但是他们呢会做得很慢 但同时我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现在他们找到某种平衡工作跟生活的方法 就他们不多做就不多做 要做的话他做好 然后就慢慢做 然后不要让自己太紧张 平常上班不紧张 下班不紧张 然后有很多时间给自己 自己该怎么生活 该怎么休息就怎么样 那我觉得我们是有时候太被工作占据了 我们的生活 他们没有这个问题 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像我们来说啊 比如说电影工作者和其他的工作白领 感觉的平时的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我是这种感觉 休息的时候就完全休息 任何事情我都不做 但工作我就会很快 因为这是我的一个 就是中那个时间 对不像上班 就是你每天朝九晚五 你可能相对就很有规律 谦谦的规律 我们的习惯就是说 我们电影这个工作 跟其他工作的工作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们就是快 就是必须要快 因为你靠天吃饭 所有东西都会影响你的进度 但是在英国我的感觉是 电影工作人员跟一个白领 我不认为他们的工作状态有什么差别 没错 你知道我说的那个感觉 他就是他跟所有的工作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今天做的是这一项工作 我工作时间一样 我该喝茶的时间一样 对我只是说我是在做这个 对我们是吃饭只有半个小时 没有什么可能拍到几点都没关系 只要导演他不睡 大家都全都可以拍这种 但对他们来说 这个工作跟做其他的工作 蓝领白领 时间长度和那些都是一样的 我那天才看了那个 去年不是有个戏 今年有个戏很多人称赞着那个生命树 生命之树 生命之树 我看那个导 那个他的拍片的花式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那个导演不是那个大哲学 是个哲学家吗 Terence Malik 他就讲到他怎么拍片呢 他每天去了之后 然后就看了很多童心嘛 就像童心在那玩 他坐在旁边 看看看看看半天 那工作人员打灯什么 慢慢慢慢又又 哎 天黑了 走吧 然后就回去 这样天又来 然后呢 忽然有一天看到那个女演员 可能跟孩子在玩的时候 他开机开净跟别的导演不太一样 他不叫 他走到旁边很近 几乎要进入镜头的距离 很小声很温柔的跟那个演员 Jessica 我就看很多这种片 他们整个工作状态就是很慢很迟缓 他是有个理性做底的 我现在觉得呢 会不会咱们大陆成长起来的这个艺术家或者什么 还真要那么工作了呀 他会不会还就没激情了 有的时候 香港更厉害 你看香港 我们的大陆同事和香港同事就表现着不同 我甚至认为啊 大陆同事有时候在一些非常规动 的工作条件下 他反而能有火花和这个对对 有好的发挥表现的很好 但是呢 你真让他像上班一样按部就班呢 他就很容易变得教条 找不着饭了 找不着饭没错 哎 这个是不是各有各的风土人情 不是 我觉得我们是习惯 因为从我做演员的时候在现场 就是这个感觉 就所有人都在抢抢时间 抢天气 抢各种东西 然后 所以我就习惯了这种好像一一一做电影的 只要一拍戏就是这种状态 所以 这是现在典型的当今的中国人到了欧洲 就叫个什么呢 急经风碰见曼郎中 抢抢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人生有很多目的地 每一次出发都是新鸣的旅行 唯有专业保障 方能享受路途 天平保险 自在出行 幸福 幸福 就在离海最近的地方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海景公寓 独栋全球发售 45瓦能做什么 格力1赫兵平空调 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只需45瓦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听说这次大英博物馆打开让你们进去随便拍是吧 也没有随便拍就是中国那个区 所以我也是刚大英博物馆呢 我觉得英国是个什么地方 就是说我一去啊 第一个反应是下次再来 因为你第一眼你就知道这不是你这一趟能看完的 太丰厚了 哎呦就是 你像随便一个大英博物馆 我听他什么介绍 哎上次我听一故宫博物院的人讲 说当年台北故宫弄过去的 说65万件文物 其中呢一大半还是档案什么 真正的什么这种书画艺术品可能就10万件 对这大英博物馆呢 说680多万种 说我们这馆藏啊 以至于平常要搞任何专项的展览的时候 我们都不需要到别的博物馆去借 我们只要整理一下自己库存 就能搞成一个 对 我说这个自己攒的和抢来的真是不同 哈哈哈哈 你看他光是东方艺术那一块 就把人吓死了 关于中国的那一块就很厉害了 还有这古古埃及啊 所以你现在是一个什么企图 我猜测啊 就比如说什么叫大片 好像是想那么咱们就得尽量给大家多一点的东西 像他们玩战争啊 玩什么特技玩什么 他这个这种亲密敌人玩什么呢 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元素好像是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尽量有的美景啊 或者是什么场景啊 刚才那个吹来也故意打出来去了些什么地方 这样子是吧 因为反正就是我用我拍的这种片子 其实是比较娱乐的这种片子 然后我希望就是观众 你喜欢看故事的看故事 喜欢看人的看人 喜欢看景的你就去看景 就是给大家提供的元素多一点 哎真的 我觉得现在看电影的心态啊 我都分裂了 我是个最好的观众 就是我能从垃圾里看出黄金来 就是他看蜘蛛侠都哭 没 哎当然了 我看了蜘蛛侠关于做好人的 说的我就感动 哎我就觉得 哎一个电影再烂像这个好莱坞大片 有的时候啊 我至少有一个收获啊 我当旅游 嗯 因为你比如像那个什么 达芬奇密码那个啊 哎呦 我一下看了这个维斯敏斯特大教堂 嗯 一下看了意大利的教堂 因为他选的景啊 都特别漂亮 是 哪怕目前戏不好看 你看他的背景 哎 也有收获 对可是我好奇的 就看这个片花的时候 嗯 就你 你拍这么几部片子啊 好像风格都不是太一致 就我这个很好奇 因为有的导演 他可能会想说要当一个作者 嗯 他希望有一个自己的一贯的一个想法 风格 嗯 或者某种路线 你没有吗 我其实觉得拍电影主要是好玩 因为我没有那个 怎么说我 我还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 就是说我这个 我是为了电影而生的 我要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 我要不一样我才觉得有意思 如果我拍跟前面一样的 我就觉得我不会拍 就是我想要不一样 就是从形式上也不一样 内容上涉及的东西也不一样 但是 不算账吗 对这个赔了老板的钱 这个没压力吗 当然有压力的 但是我觉得不会赔啊 我肯定有压力的 居然不会赔 记得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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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